大家好 今天是4月28日 星期三 亦是4月期指转仓的高峰日 看回整个大市 幅度越拉越窄 事实上恒指大部分时间 都在29000点坐着整固 以现在的成交金额 持续在1400多亿 老实说 要大幅度推上去 真的有点难度 但反过来 成交不大 即是显示沽压也不太重 所以4月份 直到这一分钟 波幅仍然在12日的低位 28274 升到19日的高位 29319点 说波幅是少的 只有1045点 4月剩下两个交易 我都不去展望 5月份又怎样行 以现在指数在29000座均的水平计 每个月肯定有波幅 我就当你1000点 而这1000点波幅 如果是先低后高 指数已经可以挑战3万 不过以现在的成交金额 真的差点 会否单靠一两只 重磅南走中央市推上去 这个我们要看看市值 但如果1000点 由29000点向下走 就去到28000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觉得中期调整的低位 已经出来了 27505点 问题是现在没有足够动力 作进一步推升 可能真的要给点时间 来年轻人 visit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是不是 承误了 如果是 感谢观看